在分析完了边的变化量之后 还有一部分我们需要分析 您应该记得 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算法中 引起复杂度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Rebacketing 那么如何才能够准确地度量出 这种Rebacketing操作的次数呢 我想直观的方法可能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去考察每一步迭代 然后算一下 在每一步迭代大概平均要做多少次Rebacketing 然后再把它们加起来 这固然是一个方法 但是我们说至少据我所知 据我所尝试的结果 这个方法不容易行得通 我们不妨转换一个角度 这也是我们在算法设计过程中 和算法设计过程中 经常用到的一个技巧 也就是变换视角 来看待同样一个东西 你或许就会有精益的 惊喜的发现 这里我们就按照刚才所说的那个思路 来做一次尝试 我们不妨将目光锁定在整个点击中的某一个特定的点上 我们来考察一下 在整个算法的执行过程中 这个点 从期望的角度讲 会参与Rebacketing 多少次 这里我们也同样给出一个声明 这个结果同样会让你感到欣喜 因为他说 刚才那个数字 从期望的意义上讲 不过是几乎常数的Loggin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们这里同样要用 Backward Analysis 同样是过去完成式 我们考察 在整个算法的执行过程中 在任何一个时刻 你随意地叫停 然后站在当时的那个时刻 反观刚刚过去的那样一个最后的一次迭代 刚刚过去的这最后一步迭代 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呢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回答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回答这个问题 把所有的这种的期望累加起来 就得到了这个声明所指的那样一个指标 一般的 我们不妨设这个点是第二个点 换句话说 截止到它 我们在此前已经插入了二个点 当然剩下的还有N减二个点 代插入 那么我们知道 在最后的这第二步迭代中 确实我们有可能会引起 一系列的rebacketing操作 那么不要忘了 凡是已经插入的这前二个点 我们都是不用关心了的 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参加rebacketing 需要参加rebacketing的点呢 无非是剩下的那N减二个点 那么这里我们也给出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说 在剩下的N减二个点中 每一个点 从期望的意义上讲 从概率的意义上讲 都有I分之三的概率 会在刚刚过去的最后那次迭代中 参与了rebacketing 它们所归属的那个三角形 以及相应的bucket 有了变化 那么这个概率 为何恰好是I分之三呢 是你分之三的 之三的 是你分之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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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